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本科期间呢 其实主要进行的是一些基础的理论学习 对于真正的科研是怎么样的 我还是非常好奇的 然后呢我也和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们展开了一些讨论 科研就是在自己的领域做一些别人也不知道的事情 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有自己的成果 如何耐得住寂寞 如何耐得住孤独 是我们科研工作者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科研的时间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读完博士生就已经二十七八岁了 博士生其实只是科研领域 岂不觉得 可能长期的压力会导致自己变胖 头发变少 变黑 怎样做出一些相对有价值的 然后又比较创新性的东西出来 有时候可能就怎么也跳不出那个思维的那个坑来 浓浓的自卑感呀 这种好强 我好态 你这几个同学头发都挺多的呀 对 其实不同的人来看待科研 他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在和一个师姐聊的时候 他跟我讲他在进入科研之前 他的小愿望很简单 就是拿一个诺奖 这可不是个小愿吧 当他真正进入科研之后 他发现原来自己是一个师姐宝 就是天天跟在师姐后边 师姐这个怎么 师姐那个怎么 就是这样 我马上就要进入研究生阶段了嘛 所以我想请问王院士 怎么来判断自己 到底适不适合科研 我们平时都看西游记 为什么能够到西天能取得真金 就是因为谭森这个领导者 他有一个信念 就是一路向西去取金 他几个徒弟都没有这个数字 包括最有本事的孙悟空 一有不合就撤 但谭森的话 他有这个信念 所以他们经过了9981难 才会达到胜利的彼岸 我记得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我也搞不懂的事情 我说我一定要去把它刨根问理 解一个翻层的边界条件的时候 我看了很多文献 但是那文献写得非常不清楚 后来我就找到了 写这个论文的作者 他那时候离我们大概是两个小时的车程 所以我就驾车 专门去请教那位老师 学会去克服这些困难 我觉得这样才能一步一步 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加强大的一个科研工作人員 先拿个诺奖再说吧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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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